哈喽大家好,我是段小宇,今天跟大家介绍一部 设计师穿越古代,碰到皇上选飞 一段现代舞,惊艳全场的电影 小小是一个服装设计师,整天不学无术,连房猪都叫不起 这天为了躲避房东大妈的追杀,她跳窗而逃 半路被一家叫靠谱时空旅行社的经理打穿拉进店里 向她推销唐送原明清的穿越套餐,价格优惠,还送专属联络器 前有推销,后有房东,小小只能假装要上厕所 来到怪有各个朝代门牌的厕所,她进到一间写要堂制的 觉得一声尖叫,小小就不见了 小小的失踪让旅行社的老板很生气 他们因为破坏穿越系统已经被时空监测局盯上 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大川只能冒险跟着小小穿越过去 然后将小小灭口,此时的小小已经穿越到了唐朝 还赶上了赤客叱咤皇上 小小一个顺势起身挡住了赤客对皇上的攻击 大川也因为紧张将弓弩射中了赤客 而这赤客正是当朝天师袁天刚安排的 他一直密谋篡位 他推算到今天有霸心将士会救下皇上 于是冲冲赶到皇上的寝宫 看到这个穿奇装异服的小小 袁天刚认为小小就是霸心 想借机以赤客的身份除掉他 但皇上因为他护驾有功 吩咐太监小福子将他带到了后殿 幸运的是,小小带来一些稀奇古怪的玩具吸引了小福子 在把玩的时候,小福子不慎被电击棒击晕 小小趁机穿上小福子的功服溜了出去 在包里,他发现大川留给他的联络器 通过大川得知,自己已经穿越到了大唐 想要回去现代,要等到一周后的15号 那时传送煤厂会开启 无来,小小只能先去找大川 却不想在路上碰到了皇上和罗飞 还碰到了小福子 眼看自己就要穿帮的时候 皇上却说他是小福子的弟弟 帮他蒙混了过去 可女人的第六感告诉罗飞 此人不简单,派人暗中跟踪 慌步着落的小小又跑到一间房间 正好碰到罗飞嚣张把扶 欺负失常了萧萍 一旁的小小挺身而出 说自己是皇上派来的 宫廷去看得足够多的小小 三眼两眼就赶着了罗飞 这时罗飞的侍女将小小的联络器交给了罗飞 罗飞赶紧到青天见去找袁天刚 她是袁天刚所养的义女 也是她夺取皇位的一枚旗帜 此时联络器突然想起 吓得两人以为是妖物将她丢在一旁 倒了一杯酒 终于将联络器弄短路了 另一边 为了帮助萧萍得宠 小小决定在功夫大会上大显身手 她服装设计师的身份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于是她在萧萍的宫中 开始着手帮萧萍设计服装 随后开始教萧萍和宫女阿湘跳舞 功夫大会当天 辛罗使臣前来觐见 因近日来辛罗瘟疫蔓延 特意向皇上寻求帮助 皇上也并没有任何进展 只好先请使臣一起观赏功夫大会 一个个牛鬼蛇神石流翠花式的嫔妃 差点让屎神吓掉大牙 好在罗飞出现救场 可萧萍发现 罗飞穿的衣服跟自己穿的除了颜色 其他一模一样 开事情瞒不过去 萧萍的宫女阿湘才道出实情 为了不让自己的弟弟进宫 阿湘只好拿着设计图找罗飞帮忙 小小理解阿湘就地亲切的心情 恋在她主动承认错误的份上原谅了她 撞衫这种小问题也是难不倒小小的 她将长裙改成了小短裙 配上天使的翅膀 一出场就吸引众多眼球 随即一支欢快的现代舞经验试着 辛罗使臣看得直流鼻血 皇上也称赞萧萍的表现敬畏天人 随即升萧萍为萧妃 舞蹈结束后 皇上认错了小小 袁天刚也当即指出小小就是霸心 皇上担心小小的安全 赶紧拉着她离开 两人一不小心眉目传情 还跳起了舞 袁天刚赶紧向辛罗使臣介绍 小小是天神娘娘 可以帮助辛罗解决瘟疫之事 小小知道袁天刚的意图 这件事小小开始翻阅书籍 最后得知这瘟疫就是匿急 他赶紧安排人手 制作能够防止病毒传染的口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辛罗使臣病倒的消息传来 小小和皇上急忙过去查看 却看到袁天刚在这里装神弄鬼 拿出他事先缠好的联络器 说是小小带来的要挟之物 皇上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让小小先解决使臣的问题 小小观察一番使臣的症状后 给使臣喂了一大碗盐水 使臣渐渐好转 皇上和小小还借机恶搞了袁天刚一顿 其实皇上一直心知肚明 知道袁天刚并非善累 小小也推测 使臣生病跟袁天刚有关 为了找出证据 两人来到厨房 运气好到报道两人 将下毒的人抓了个正招 只能正是袁天刚的手下 可皇上并未打草惊蛇 他早就设计好了圈套 让袁天刚露出狐狸尾巴 经过这几日的相处 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可他们即将迎来一场大战 为了保护这个自己喜欢的人不受伤害 皇上安排小福祉将小小输出宫去 等平息之后再接他回宫 可小小以为皇上要赶他走 怂歇地答应了 得知消息的萧妃赶来为小小送行 另一边 袁天刚安排罗非毒杀皇上 但罗非良心发现将毒汤撒在了地上 袁天刚料到罗非定会返水 带兵将皇上抓了起来 罗非赶紧找到小小 求他救皇上的命 毫无头绪的小小只好用联络去找大川帮忙 此时的大川正和皇上关在一间牢房 在大川的帮助下 小小几人得到了一些秘密武器 随后准备去往天牢救皇上 却不慎跑到了夜亭 在这里小小遇到了同为现代人的小武 在小武的带领下 几人顺利来到了天牢 用他们的三脚猫功夫干趴了所有的牙医 救出了皇上 其实皇上也找了准备 皇上的出现打破了袁天刚登上王位的美梦 最后被一道叫天意的天雷给劈死了 皇上和小小短暂的欢乐之后 小小回到了现实 此时的旅行社被时空监测去查封 看到监测局的头和皇上咱得一模一样 小小又燃起了恋爱的希望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